根據香港媒體報導 台灣德昌食品生產的黑胡椒豆干 當中含有不准添加的染色料 被下架停止出售 這一款國內也有賣 台中市衛生局昨天到工廠查驗 並且將原料成品送驗 一週後結果就會出爐 違法最重可罰5000萬元 就是這款德昌食品生產的黑胡椒豆干 被香港媒體點名 疑似參有違法的染色料二甲雞黃 香港方面不僅呼籲趕緊下架 也展開進一步化驗 消息傳回台灣 七號上午 台中市衛生局就派人前往 位在大理區的德昌工廠 採樣進行化驗 雖然上午大門聲鎖 不過衛生局人員實力進到廠區 進行抽樣 也進一步的瞭解製程 機場人員清點 這批被驗出二甲雞黃的黑胡椒豆干 銷往香港有一千八百包 國內有六百包 已經將原料和成品送驗 而庫存的五千多包 則是暫時封存 確認安全之後才可上架 根據香港媒體報導 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公布 從台灣進口的黑胡椒豆干中 發言出禁用的染色料二甲雞黃 由於有研究指出 透過動物實驗 二甲雞黃有致癌的風險 在台灣也禁用 不過廠方否認 加進非法染色劑 如果說有問題的話 我們也是受害者 但是面對受害者 我們還是要全部負責責任 負完全的責任 業者出面否認 是不是原物料中含有違法的成分 一週之後就會有初步結果 由於這款的豆干 台灣也有賣 業者也將進行預防性的下架 也答應退貨 如果確認有違法染劑添加 最後可出五千萬的重罰 記者林健身 彭幻群 台中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